民間信仰裡頭每一座城都會有一個城隍爺 他就是我們陰間的縣太爺 而鳳山城的城隍廟就坐落在鳳儀宿院的旁邊 來到這裡你一進來就看到你來了三個大字 就是跟你說啊千萬不要做壞事喔 許多遊客來到鳳山一定要逛的古蹟就是我們鳳儀宿院 為什麼呢 因為鳳儀宿院是台灣現存的古代宿院裡面 規模最大也是年代最老的 鳳儀宿院興建於1814年至今200多年的歷史 為了迎合各種不同年齡層的需求 鳳儀宿院廣方這幾年在展覽上推陳出新 在這邊你喜歡拍照你可以坐在仙太爺的位置 你可以坐在古代的考場 如果你喜歡玩桌遊的話 這邊有提供電子式的古代桌遊升官圖 讓你好好的玩一下 如果說你要考試了 這邊有文昌君可以讓你來這邊參拜祈求 當然如果你想要在這邊抽個籤詩 我們這邊也有提供 絕對讓你來到這裡不需此行 鳳儀宿院最適合全家老小一起拍照的地方 就是第二鏡的講堂 這裡也是以前上課的教室 所以來到這裡你會看到 有一群書生正在上課 這當中有這個一剛加入的小朋友 但是你也會看到 哇這個歐儀宰在睡覺耶 原來他是已經重考很多次的老學長 所以從這裡你也可以了解到說 原來書院他的角色 就如同我們當今的高普考博習班一樣 這裡除了文科的考試以外 我們這裡也有五科的考試 所以你這邊會看到有人在耍大刀 有人在射弓箭 他們都是未來準備要當將軍的 想要了解這些公仔的故事的話 每個假日我們這邊都有精彩的導覽解說 千萬不要錯過喔